郭北町農会最近真正是许数年年 因素先上的头刀提到两项认证 郭伯伯的头刀立案 比算为今年军临十大判处理 为了行销在地龙三匹 所设立的农民抵消站 也正式六成开用 在这里可以买到有农会八关 安全安心的龙三匹 郭伯众都感觉非常方便 二一请用节 郭北町農会的农民抵消站 正式六成开用 亲戚的农民抵消站 让人来买东西就像在农村相同一样 好啊 比较方便 農会买也比较有保险 对对 製得很漂亮 还很好 还热 我说真的设在这里很方便 对啊 所以你以后来農会买 我的名字都是来这边买 情绪希望可以到我们这里 我们政府也来设计资消站 今年正式三个月 我们这个郭北町農会去其中市委 那我们这三个月呢 今天这郭北町農会率先达成 新闻中部第一间新来的农民地消站 来面的商品当然非常优积 还有保障 郭北町農会在到最严重的土豆生品 在这里就买得到 他吃了我们的麻油后 他的冷水一边都超超百块 那小孩吃了他的冷水后 都吃到肥子非常的可爱 吃安心要找粉临啦 但是现在有新的口味 就是吃健康要找好买定農会啦 因为刚才我们的土豆也好 也就是说我们的土豆的产品 都是非常优积 非常营养分 非常高的 郭北町農的山下路越来土豆 在地农民知情的安心所谷 就会来到地消站发明 对民众对农民都有很多好处 有这个执犯所呢 起码可以让在地的农民 在地生产的东西回归在在地 这个供销站很好 就是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压地价钱 那我们在地的血统也能吃到好的东西 这个平台 让他们自己标价 自己定价 但是由农会来管理 那农养署来辅导监督 就是这样 很简单 但是我们会把品项增加 农会表示 在消站所买的商品 和开店的时间 将会看消费者来交关的总控做条件 希望民众多多来顺买 让农民最大的鼓励 记者林依林 蔡船报道